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怎么整理我的裤子 收纳的一些裤子的技巧 收纳格子就会美美的 然后也会看起来乱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更新一下 因为前几天我也是有从我的studio 搬一些东西回来 然后我就有post在IG 然后也是很多人问我 到底怎么整理我的裤子 所以你看到身后的呢 就是我的裤子 因为呢其实我也是有看一些 叫我们怎么收纳怎么遮衣的方式的一些影片 可是我觉得真的不是每个人适合一种方法 因为第一呢你的收纳房间跟收纳箱 收纳盒子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就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去adjust你的收纳的方式 然后就是我从小就是很喜欢收纳 然后也很喜欢把东西摆得很整齐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知道我有非常可怕 也没有讲很可怕 就是有强迫症 对就是OCD 所以呢我就有想说 就既然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也想要通过这个影片 因为其实我也不懂 这个星期要拍什么主题 就CMCO也不能出去带大家看一个比较休闲的Vlog 很多Vlog都是在家 所以我也是拍的 在家有点闷了 没有什么新鲜感 所以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dressing room的一部分 然后今天就要想 因为其实如果我讲完话很长 所以今天我要主打就是怎么整理我的裤子 所以其实呢裤子呢是我最大的一个难题吧 因为像我觉得非常难收纳的就是有danning的裤子啊 然后那种短裤啊 然后我之前是全部折起来都放在这种透明的蜡烛 但是我觉得哦 真的很难懂到底你有多少件 比如说那种长的jeans裤啊等等 然后每次买呢都会觉得 我好像去了ZARA买了几次都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有想了一下到底我要怎么规划我的dressing room 所以最后呢就是总结一下我来收纳的一些裤子的技巧 因为其实我裤子呢就有分短裤啦 denning啦 短裙啦 就是类似下半身的东西 所以我就在淘宝呢买了这一个 这样的裤子的框框 oh my god 然后呢其实它真的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其实IKEA呢就有卖那种PEX的系统 就是你安装在你的衣橱里面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很难拿 然后也没有那么自由可以放 然后这边呢是我80%的长裤 然后就有很多就想要二手卖掉 因为也没有什么穿 所以我是讲的呢 就是我在淘宝买了这一个 然后它是可以滚动 滚动的一个收纳 然后它是拿来收纳裤子 其实它是一个这一种 是要掉一件裤 可是我就有些我觉得我的裤子 位置也不够啊 所以我就会掉差不多两件裤 然后我觉得个人非常喜欢 是它蛮方便拿去 然后也容易看 你看在旁边这样看 就会看得一清二楚 那每一个东西呢 都有它的好处跟坏处 我觉得它的好处呢 是很容易让你看到 其实你有多少件裤子啊 然后容易的去规划分啊 然后拿的时候也很容易 但是呢它的坏处就是呢 你要有一个位置去给它放啦 就是which is 快 嗯 左顶 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位置 而且还蛮大 你没有一个位置给它放的话 其实感觉就会霸占了你一些空间 因为其实我这个房间 dresser room也不是很大 so 考虑到我其实之前 就放在这种厨够后 发现到没有什么去传到 so 我最后就决定 还是勾入了一个这个 所以为了方便我看 so 像我刚刚分享的 收纳的重点 很多东西我也觉得 像我的dresser room 就是有重复一些 所谓的规则 第一呢 当我在pack这种东西的时候 第一我会跟着不同的款式 for example denin的全部去放一起 然后过后 chiffon的就全部放一起 所以第一个要跟着material 然后第二个呢 要跟着颜色 so 我可能小时候我就很喜欢买颜色笔的习惯 我的衣服呢 都会从浅色系 排到深色系 所以第二个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颜色 然后第三个呢 你要考虑的就是 你到底要用什么收纳 来收纳你的衣服 比如说你要考虑到你要想用钓的啊 或者是你要用这种厨啊 或者是你要用这种钓 so 这三个呢 是我每次会考虑到的东西 然后就依照这三个东西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dresser room 弄到非常的整齐 因为真的真的真的 蛮多人问我的 所以今天我很开心 就是终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啦 这个的话呢 这个的link呢 我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 是淘宝 买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要自己安装啦 因为它来的时候是扁扁的 也不会很重啊 我就是用空运也不会很长 so 我觉得which is really ok 它的不好就是 会有站一个地方 来挂你的裤子 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你买的什么 然后不会重复买的 那基本上这些就是我的 衣啊上衣 所以我的裤子呢 很长裤都会摆放在这边 短裤的话 我会选择这种抽屉 因为短裤 其实不会很厚 不会很长 so这种抽屉的话 刚刚好 像长裤的话 卷起来的话 基本上这种格子 一个我看只可以放 四件或者是六件裤 so最后我就觉得 这种收纳 对我来讲啦 比较有效 所以非常推荐你们 只是它有一点占地方 而这种的收纳呢 我觉得真的 短裤非常适合 像刚刚我重复到 就是依照颜色 还有依照你的裤子的texture 就是你的 chiffon 还是denim 我就会依照这种格式来 折我的裤子 所以这样子看上去呢 其实是非常的强迫 非常的 you know piece 然后这边的话呢 也是就是这边是属于短裤 下面是短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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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短裤 我也是跟着有 pattern的 然后denim 然后就到格子纹 然后黑色放最后面 然后浅色放前面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空位 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 还没有搬过来 所以就跟你们分享 我怎么整理这个 然后呢这个呢 就也不用折 就是只需要刮上去 然后跟着颜色这样子 然后你要拿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这样子拿上来 放的时候也是容易 看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 然后像短裤的话呢 接下来我要示范 像短裤 刚刚你们看到 我怎么收纳在这个厨 这个厨呢 就在SSF买的 Muji有类似的 不过Muji的比较阔 然后比较大 但是因为我的dress room不是很大 而且这个是我从 我的studio搬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 在小的空间感到好 所以你们可以去SSF看 很多人问我 然后还有Fortline 两种 一个是这样子 然后它是一个一个单卖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种小鸽子 所以小鸽子的话 可以拿来装 Astra内衣内裤 运动衣 然后这种长鸽子 宽的话我就拿来装短裤 然后短裤啊 或者裙子就分很多种嘛 就以下我会示范 短裤跟短裤 我的收纳方法 因为短裤有分 比较长的短裤 跟短的短裤 然后我有像那种 日本的收纳 的那种老师就学 就有买数学 他们就讲 你这样子 这个短裤啊 然后折一半 然后卷山卷这样 塞下去 可是我真的觉得 卷山卷这样塞下去 是不是 就是它看起来 没有那么的美 然后我一拿上来 其他的就乱了 so 像这一种 非常软 就不是 jeans的短裤呢 我 会是这样折 所以 现在就示范给你们看 我会怎样折呢 像这种比较软的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种 我是怎样折呢 我是会这样子放下去 然后裤脚的话 我会这样子折 折上来 就是折给它平一点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量一下你的这个 抽屉的高度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过后呢 这边折过来 然后这边也折过来嘛 折三折 然后这个塞进去 对 我就觉得这样子折的方法 比较好 因为 它看起来比较 you know 好像一个 一团包子 所以我觉得 像软的裤子的话呢 我会建议是 这样子收纳 然后 你放下去的时候也很容易 你放下去的时候 你就这样 然后 过后 你全部就是这样放下去 对 然后我发现到 你拿的时候 后面也不会乱 像 如果没有塞进去的话 像刚刚我一开始讲那种方法 很容易 就是 乱掉 然后像这种 比较 短的短裤吧 我也是这样折 因为 真的比较好看 如果我真的是这样一半 折 是不是 它塞 它塞不进去 就是 那个问题是塞不进去 所以我会建议也是一样 这样子 然后过后 折三折 把这个塞进去 就是 它会变成一个 很可爱的 小包包这样 然后 是这样子 所以 穿过的重点收纳 就是第一 就跟着 你的衣服的材料 薪质 软的 可以放前面 然后 denin放后面 然后还有跟着颜色 跟着颜色了 过后呢 就会跟着我的 收纳的方式 这样你就可以 就是真的是 可以梦到那么的 美 然后那么的好看 我全部都是用这种方式 折 因为真的比较好 好像像这一种的话呢 就是盖 那个是短的嘛 这个是长的 长的怎样呢 就是 比较不一样 所以你要跟着你自己的 习惯 然后折 长的话呢 我是 这样子 像这种比较软的布 然后过后 我把它对着 这样 然后也是 折三折 然后这次呢 我的三折 不是左右 是上下 然后我就把它变成 也是一样 这样的一个 一个包包 这个的话呢 是适合长的裤子 然后 刚刚那个呢 是短的裤子 然后也是一样 就把它 放进来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收纳格子 就会 美美的 然后 不会看起来乱 那这一格的话呢 是 裙子 就是短裙 短裙 就更容易 因为短裙它左右 其实是堆秤 就不像裤子这样 所以短裙的话 我会直接 学 日本的那种 收纳的影片 跟书记 就是直接 分三个这样子折 就分三半折 然后 你试看这样子可以 立起来 就是可以这样子 粘着 就可以了 然后 我就会 塞下去 就很简单 所以 裙子的收纳 就是这样 然后 这个是裤子裙子 然后 这是长裤啊 denim啊 我都会 用这个来装 然后其他呢 就是 比如说 内裤啊 然后有一些 新的内裤 就是有时候 有朋友来我家 做客 然后他们没有带内裤 可以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些 bralette 很多都是from intimate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 无钢圈的内衣 所以就 放在这边 然后 这边的话是 还没有搬过来 那种运动的衣 过后也是会整理 所以 大致上 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就是我要分享 我的 dresser room 我怎么收纳 我的 就是裤子啊 裙子啊 还有 短裤 所以你要记得三个重点 一个就是 你的裤子的bacteria 就是软的 可以先放前面 好像那种danny 可以分 后面一点放 第二呢 就要知道一下 你的颜色 从浅到深 这样眼睛 视觉上看起来 就非常的整齐 然后第三呢 就是你要怎么去收纳它 像如果你用这种格子的话 就可以用刚刚我那个方法啦 如果你用这种 我在淘宝买的这个的话 更加容易直接浅到深罢了 基本上我就是 这样子 呃 衣服也是这样子 就是跟着material 然后再来分颜色 然后再来分 呃 怎么收纳 所以 就是这样 希望 我跟你们分享这个 折 裤子的方法 你们会喜欢 然后还有 我之前也是有在 Instagram 分享过 怎么收纳内裤 所以今天这个video的彩蛋 就是 就是怎么收纳内裤吧 所以 我的内裤呢 全部都是很像一个 可爱的 小 包 包包 然后它是这样的呢 就是 就是你有这种内裤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先可以跟着我去做 然后你可以把它立起来就很好 就这个是内裤的头 你就 折 折 三边 或者是两边 折 两折 翻去后面呢 然后你在左右 有一点像刚刚的裤子 对 就是这样了 然后你把这个下面呢 放上来 放上来 然后你把它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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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以后呢 你就会得到 这个很可爱的 小包包 然后你可以全部这样子放 或者是这样子立着方 所以你可以也是一样 跟着 material 跟着颜色 浅着方前面 省着方后面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很很清楚的收纳 然后跟 维娜 你的 内裤 所以 今天的 小分享 就到此 然后我也知道 其实很多人 最近也在绑甲 希望这小小的tips 可以帮助到你 以上就是我的 Chun Moon Dresser Room 戴戴Mush rules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这样咯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 按赞 分享 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